梁纪武 梁武帝天兼十八年 纪亥 公元五百一十九年 一 春 正月 假身 以尚书左仆 赦元王为上令 右仆赦王为左仆赦 太子瞻是须勉为右仆赦 一 春季 正月假身 初四 梁朝任命尚书左仆赦元王为上书令 右仆赦王为左仆赦 太子瞻是须勉为右仆赦 二 丁汉 为主下诏 称太后临朝建籍 随将办计 移称赵以令与内 二 丁汉 初七 北维国主办部赵令 宣布 太后临朝执政已经将近 六年 应当用赵书的名义来向全国发令 三 新卯 上四南郊 三 新卯 十一日 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四 魏正习将军张义之子 众与上封氏 求全血选阁 排一五人 不使御清品 于是宣邦赢路 立榜大象 客戚汇集 图害其家 一父子艳然 不以为已 二月 跟武 羽林 虎奔进千人 相帅至上书省购骂 求众与凶佐民郎中 使君不惑 以瓦石鸡省门 上下试去 莫敢静讨 随持火热的忠心 薅 以仗实为 兵器 直造其地 叶一堂下 垂辱记忆 焚起地舍 使君于谈走 赴海败贼 倾其负命 贼旧欧击 生头之火中 众与重伤走敏 以仅有余悉 赞速而死 远近镇海 胡太后收颜与林 胡本凶强者八人斩之 其余不负穷智 以害 大臣也安置 因令武官为一资入选 使者之位之将乱矣 四 北为中西将军张 一的儿子张仲与尚书 请奏修定选官的规定 以限制武将 不让他们在朝中列入 是大夫的轻品 因此 议论和抗议之声道 处都是 这些人在大街上张榜 约定期和时间 要去图灭张家 张义父子却平静自如 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二月更午 二十日 雨林 胡本等将近一千人 一同来到上书圣叫骂 寻找张仲宇的哥哥 左迷郎中张使君 没有找到 就用马片 十块砸上书省的大门 上书省的官吏们都很害怕 没有人敢去阻挡他们 于是这些武士们 又手持火把 引燃了路上的蚝草 用石头 木棍作为兵器 一直攻入张家住宅 将张义拖到堂下 进秦帝 锤打污辱 并且烧毁了他的住房 张使君跳强逃跑了 但又赶回来向贼兵求饶 请求他们饶他父亲不死 贼兵们正式殴打他 将他活活投到火里 张仲宇受伤逃脱了 张义被打得只剩一丝游弃 过了两晚就死掉了 远景都因这件事而受到震惊 但是胡太后只抓了闹事的雨林 胡本中的八个兽恶分死 杀掉了他们 其他的就不再追究了 以害 25日 又颁布了大设令来安抚他们 于是命令武官可以按资格入选 有时之事都敢 到北魏将要发生动论了 时官远界少 应选者多 力不上书 力少全住不行 大致远界 更也殿中尚书 崔亮为力不尚书 亮奏为格志 不问是之贤鱼 专业亭解阅日为断 审志者皆称其能 亮生司空自义 刘景安于亮书曰 隐 周已相书共事 两汉由周俊建才 魏 尽阴寻 又是中正 虽魏尽美 应时收六七 而朝天共才 只求其文 不取其礼 查笑莲 为论张句 不及智道 力中正不好才行 空便收兴 去世之徒不补 杀太之礼 魏京 就属当群衡 以改张意调 如何反为平年格已现实 天下是子 谁父秀丽名行哉 亮佛书曰 如所言乃斗深志 无否为此格 悠悠而言 古今不同 时宜虚异 西子产柱行书已旧弊 书向积之以 正法 何亦如一股 理难权已栽 洛阳令代人 薛楚上书言 离原之命 戏于常理 若以选曹 为取年老 不仅能否 一军行验 赐若冠于 直不忽明 一例足矣 书人而用 何谓权衡 书奏 不报 后阴请建 附奏起令王公贵 陈建贤 以补俊县 赵宏卿一支 是一寝 其后真称等计量 为吏不上书 吏其便以 忠而行之 为之选举诗人 自量时也 当时官员名额 已经很少 应选的人都很多 吏不上书 李韶 停止选择 录用工作 遭到很多埋怨 于是朝廷便 另外任命 定中上书 崔亮为吏不上书 崔亮奏景制定了新的录用标准 规定不管应选者事嫌事鱼 只以其代选的时间为依据 时间长者优选录用 因此那些长时间代选的人 都称赞他有才能 崔亮的外城司空 资役刘景安给崔亮写信说 上周时期由乡间学校选拔官员 梁汉时期由周俊推荐人才 未尽两代因寻汉代就利 又在各周俊设置了中 正的职位主管这件事 虽然没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但是所选的人才每十人中 也有六七人是应当入选的 然而朝廷选拔人才 只要求他们闻才好 而不考察他们的本体如何 考察校联只根据他们的章据学问如何 而不看他们有无治理国家的方法 涉猎中正官职只辨识他们的姓氏 而不考察应选者的 才能品行 选取世人的路途不广 淘汰的办法不严密 舅舅应被委任来主管全选官员之事 本应改换掉那些不妥的章程 为什么反而以年资长短为任用的标准 这样一来 天下的世人谁还会再注意修理自己的明节和品行呢 崔亮回信说 你所说的的确有深刻的道理 但是我前不久采取的那种办法 也有他的道理 古今不同 时机和事实便应当加以变革 从前子产铸造青铜行书来挽救实弊 但是书像也不合先王制法来积赐 他 这和你用古代礼法来责难 随时变化有什么不同 洛阳另带经人薛处尚书说 百姓的幸运 掌握在官吏的兽上 如果选拔官吏只按他们的年资 而不问他们的能力大小 像排队飞行的大雁一样按顺序来 或像穿在一起的鱼一样 有先而后地拿着名册叫名字 那么吏部只需一名官吏就足够了 按顺序用人 怎能叫做权选人才呢 薛处的尚书交上之后 没有得到答复 后来薛处又因此而请求拜见皇上 再次上奏 请求陛下 命令王公大臣推荐贤来 补任郡县长官的职务 因此北魏孝明帝下令让大臣们 议定这件事 但是事情亦没有下文 后来 真称等人接替崔亮做了力不尚书 因论子排辈这种办法对自己有便利 就继续奉行 卑微的选拔任用官员不得当 是从崔亮开始的 初 燕燕俊太守高湖奔卫 及紫密卫示娱使 做法图坏朔镇 是居北边 遂习鲜卫之俗 密孙欢 审身有大事 家贫 执意在平城 妇人楼侍女贱而妻之 遂嫁烟 师有马 得 给朕未寒使 致洛阳 建章一知死 还家 清自以解克 或问其故 欢曰 素未相率坟大臣之地 朝廷俱其乱而不问 为正如此 事可知己 财务岂可长手写 欢与怀朔省市云中 司马子如 秀荣流贵 中山家险志 护草使咸阳松腾 外兵使怀朔侯景 御苑善无味景 广宁蔡郡 特乡友善 并以任侠兄于乡里 当初 燕火的燕郡太守高湖 逃奔卫国 他的儿子高密 做了食欲时 因为犯了发被 流放到怀朔镇 既带人居住在北部边 姜 于是就养成了 鲜卑人的风俗习惯 高密的孙子高欢 深沉而有大志 家境贫困 在平城服役 富甲楼市的女儿 看到他 认为他不同一般 便嫁给了他 他这才有了马匹 得以充当镇上的信使 他到洛阳时 见到张仪被打死一事 回到家之后 就倾尽财务来结识兵客 有人问他 为什么这样做 高欢说 皇宫中的卫兵们 结活起来 焚烧了大臣的住宅 朝廷却畏惧他们叛乱 而不敢过问 执政到了这种地步 事态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岂可厮守着这些财务 而过一辈子呢 高欢和怀朔省市云中人 司马子如 秀荣人刘贵 中山人贾险制 护曹使咸阳人松腾 外兵使怀塑人侯景 御苑善无人魏景 光宁人蔡骏等人 特别地友好亲力 他们均以仗义任气 而称兄于乡里 五 夏 四月 丁四 大赦 五 夏季 四月丁四 初八 梁朝大赦天下 六 五月 勿须 未以任陈王成为司徒 经召王纪为司空 六 五月勿须 二十日 被魏人命任成王源 成为司徒 经召王源纪为司空 七 魏类是强盛 东夷 西域贡献不绝 用力护士已知难获 知是福库盈役 胡太后常性卷藏 命王公平主从行者百余人 各自付卷 称力取之 少者不见百余辟 尚收令 一同三思列宠 张武王荣 富眷过重 颠仆于地 重商妖 荣损足 太后夺其卷 是空出 识人笑之 荣 太落之子也 始终催光直取良辟 太后怪其少 对曰 臣两手为堪良辟 众皆窥之 七 被威接连几代都很强 圣 东夷 西宇都不断地向其进贡 他们又设立了互换物品的市场来取得南方的货物 因此国库非常充实 胡太后曾经连信藏卷的仓库 命令随行的一百多个王公 飞瓶 公主各自取卷 按自己的力气而取之 拿得最少的也不下一百多匹 上述令 一同三思李虫和张武王元荣 因为扛的卷太重 跌倒在地 李虫扭伤了腰 元荣扭伤了脚 胡太后夺下了他们的卷 让他们空手而出 当时的人们都把这事当成了笑话 元荣是元太露的 子 始终催光直取了良辟 胡太后嫌他拿得少 他回答说 我的两只手只能拿得动良辟卷 其他的人听了后都很惭愧 十位宗室全姓之臣 敬畏豪齿 高阳王庸 富贵官一国 公是原谱 谋于禁院 壮谱六千 禁女五百 出则一位塞道路 归则歌吹脸日夜 一时值钱数万 李虫复列于庸儿性检色 常为人约 高阳一时 敌我千日 当时北魏宗族中受重掌权的大臣们 都争别奢侈豪华 高阳王元荣是全国的首富 他的公 是元凌和帝王的元凌不差上下 有六千难仆 五百亿计 出门时一仗卫队冲塞道路 回家后就整日整夜地吹拉弹唱 一顿饭价值几万钱 李虫与元荣同样府 但他生性吝啬 他曾对人说 高阳王的一顿饭 等于我一千日的费用 何间王春 美玉玉雍征赴 骏马十余匹 皆以银为曹 窗户之上 玉凤贤陵 金龙兔佩 常会珠王燕饮 酒气有水晶风 马脑碗 赤玉之 制作精巧 皆中国所无 幼尘女乐 明马吉珠奇宝 富饮珠 王立官府库 金钱 增部 不可圣祭 故为张五王荣约 不恨我不见诗宠 恨诗宠不见我 荣素以赴自赴 归而晚叹三日 经赵王纪文而圣之 卫约 清之或财计不减约比 何为亏陷奈尔 荣约 使未赋予我者独高阳尔 不亦富有何奸 纪约 清四元树在淮南 不知时间富有刘贝尔 容乃孝而起 何家王元称 总是想和元庸比赋 他有十多匹骏马 马槽都是用银子做的 房屋的窗户之上 都雕饰着玉凤贤陵 金龙兔佩 真是金碧辉煌 他曾经召集众王爷 一同设宴饮酒 所用酒器有水晶钟 玛瑙碗 赤玉碑 都制作精巧 皆非中原的出产 他又陈列出异迹 明码和各种珍妻宝贝 令王爷们赏玩 然后又带领众王爷 一一参观府库 其中金钱 不勃不可胜数 得意之下便回头 对张勿王元荣说 我不恨自己 看不见诗虫 只恨诗虫看不到我 元荣一向自认为很富有 回府后 却伤心叹息了三天 经召王元既知道 这一情况之后 便去劝解他 对 他说 你的财物不比他的少多少 为什么这么嫉妒他呢 元荣说 还是我认为为我富的人 只有高阳王 不想还有和坚王 元既说 你就像在淮南的元树 不知道世上还有个刘备呀 元荣这才笑着坐起来了 太后豪佛 迎见诸四 无腹穷义 令诸诸各见五级浮屠 民旅批敌 诸王 贵人 宦官 与灵个见死于洛阳 相高亦壮丽 太后述赦摘摘会 师僧勿动以万计 上次左右无解 所费不资 而未尝试会激隐 府库见须 乃简须百官陆立 任承王常尚表 以为萧衍长旭辉于知智 以己国家强盛 将士履历 早图控一只功 零年以来 公司贫困 以节省付费业周节物 太后虽不能用 常优理之 胡太后爱好佛教 没完没了地修建各种寺庙 下令各州分别修建五级佛塔 以至百姓的财力匮乏 疲惫不堪 众位王爷 权贵 宦官 与灵分别在洛阳修建寺庙 互相用寺庙的华丽来炫耀自己 胡太后多次设立斋戒大会 给僧人的布施动辄一份技术 有常常没有节度地赏赐身边的人 耗费的财物不可计量 却不曾把好处失舍到百姓头上 这样 国库渐渐空虚 于是就虚建众官员的奉务和随缘 任承王元承尚书 指出 萧燕一直对我国 虚有亏于之心 所以我们应当趁国家强盛 兵强马壮 早日规划统一大业 但是近年以来 国家和个人都很贫困 所以应当截至不必要的费用 以便周给吉武之需 胡太后虽然没有采用她的意见 但因此而常优待礼于她 未自永平以来 嬴明堂 必拥 义者多不过千人 有私父尽以修寺 及供他义 十余年境不能成 其故郎元子供尚书 以为费经国之物 资不及之费 一彻减诸义 早途旧供 始祖奉有颜费之妻 苍生有礼乐之父 照从之 人亦不能成也 北围从永平年间以来 未修建明堂和太学 而服役的人最多不超过一千人 有官部门又把这些人 借去修建寺庙和服其他劳役 因此十多年仍然没能建成 其故郎元子供为此而赏书 认为 如此而费记之国的 大业 资助不及需的费用 却为不该 故而应当撤销 减少各种劳役 早日求取明堂 太学晚功 使祖奉有佩天而享受激励之妻 百姓可以知晓礼乐 朝廷下令采纳了他的建议 但明堂和太学仍然不能建成 八 为人陈仲如请一经房律准以调八音 有词节仲如 经房律准 今虽有其器 小知者先 仲如所受何诗 出何典籍 仲如对言 幸迫爱琴 又常读司马彪去汉书 建经房准术 陈树秉然 遂结于斯 钻研甚 九 颇有所得 负准者所以代律 取其分数 调效乐器 窃寻吊生之礼 弓 上一拙 争 予一清 若一弓松崇 只以十二律生 而云海相为弓 清拙西足 为皇中管最长 故以皇中为弓 则往往相顺 若君之八音 由徐措采重音 配成其美 若以阴中为弓 若一宾为征 则斟酌而功轻 虽有其运 不成阴取 若以中律为弓 则十二律中 全无所取 今一经房书 中律为弓 乃以去灭为伤 直是未征 然后方韵 而成乃以中律为弓 游用临终未征 何有可写 但阴生经微 诗传简略 就是准十三贤 饮尖九尺 不言须住一步 幼 一寸之内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 微戏难拧 众如斯曾考验 准当施住 但钱却主中 一约准分 则享生之运 以自应和 其中贤粗细 须与秦宫相类 诗人亦调生 令予皇忠相合 忠贤下一束化六十律清拙之节 其余十二贤须施住如征 即于忠贤按进一周之声 度住十二贤上 然后依相生之法 以次运行 取十二律之商 征 商 征既定 又依秦五调调生之法 以君运气 然后措采众生亦闻世之 若是有官此 生则不合 且遂人不失资而习火 言寿不述修业变律 故云之之者欲交而无从 心达者匹之而无失 狗有一口所得 皆观心报 其必要经失授 然后为其哉 上书萧宝银走 众如学不失授 轻欲至作 不敢依许 是最寝 八 北北陈仲如请求 按照京坊所定的音律标准来校正八音 有官部门质问陈仲如说 京坊的音律标准 今天虽然有乐器存在 但 通小的人很少 请问陈仲如 一是授什么师父之典 从什么典籍中学习到的 陈仲如回答说 我生性喜爱韩琴 又曾经读过司马彪的虚汉书 见到京坊的校音方法 其规则是很明白的 于是我就极力用自己的愚钝的头脑 钻研了很长时间 颇有收获 用音准代替音律 就是用它的分度来调校乐器 我研究过声调本身 弓 上两音应当低沉 争 与两音应当清清 如果按古松虫的说法 只用十二音律划分乐音 而又说变混功 调 轻音拙音就都齐倍了 因为黄中管最长 因此就用黄中管作为公音 则每每跑调 如果平分成八个音 仍然需要分别采纳各种乐器 以配成美妙的乐声 如果把音中作为公音 如一斌作为正音 这样一来 则正音拙尘而公音清清 虽然具有韵律了 但却成不了曲调 如果用中吕当作公音 那么十二音律就全无可取了 现在按经房的乐书锁定 把中吕当作公音 然后用减弱的音为伤音 用起始的音为正音 这样才形成韵律 而公孙 虫却把中吕作为公音 仍然使用临终为正音 这怎么能够和谐呢 然而音乐十分微妙 精密 是传索计都很简略 如过去记载定律数之准 共有十三弦 引尖九尺 但是没有说明需要弦柱与否 而且 一寸音节中有19683分音 精微 细密 难以分辨 我曾经私下里试验过 准应当使用弦柱 只要向前调中间的弦柱 以此来确定音准的分度 这样产生出来的音韵 就已经自然和谐了 他的中弦粗细应当与琴弓相同 用转弦的枕来调音 使他与黄柱合拍 中弦以下按度数划分成60音律的轻酌音节 其余12弦应当如争那样设立弦柱 就是将中弦上的一周的乐音 按度数标志在12弦上 然后按照相声之法 按次序进行 取12律的伤 征两音 伤 征二音一旦确定 再用琴舞调的吊声方法来协调乐器 然后错采众音来修饰它 如果不按照这种方法进行 声音就不会和谐 况且虽人士不向老师学习 就掌握了用火的办法 教研寿不曾教学费拜师 就变革了音律 因此那些说自己有知识的人 想要教别人 却没有人跟从他学习 心理通达的人 没有老师 也能有所体会 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收获 都与他的心胸有关 何必一定要经过老师的指寿 才能创造大事业呢 上书肖宝银上奏 说陈仲如的学问 没有老师传授 就轻率地指定音律 因此不能认可 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 九位中尉东平王匡议 论议数位任称王城所夺 奋会 复制其故官 欲奏功成 成音奏匡罪状三十余条 庭位 除以死刑 秋八月 一位 赵免死 削除官爵 已出其将军侯刚带领中尉 三公郎中心雄奏力匡 以为力奉三朝 古岗之计 朝也拒之 故高祖赐明曰 宽 将帝己以荣之余前 陛下一宽之余后 若中贬处 恐不宗臣之口 为己 复除 宽平周赐使 雄 称之族松也 九 北魏中魏不平王元 宽因为自己的建议多次 被认成王元城驳回 非常气愤 便又重新收拾好过去与高照 抗航时所作下的那盒棺材 准备在此以死相抗 来 弹河元城 于是元城也上奏了 元框的三十多条碎状 平为判除元框死刑 秋季 八月 几位 十二日 朝廷下令免除元框死罪 剥夺了他的官爵 让车骑将军侯刚代替了他的中尉职务 三公郎中心雄奏 奏了处置元框的意见 认为 元框曾经侍奉过三代皇帝 他的干政不阿事迹 朝廷内外都知道 因此 萧文帝奖赏他框这个名字 先帝既然已经在先前容忍了他 陛下宁也应当在现在宽待他 如果最后贬出了他 那么恐怕会阴 刺而堵住了忠臣的口 不久之后 又任令元框为平州刺史 新雄是新称的祖孙 十九月 庚宁座 胡太后游松高 鬼祟 怀宫 十九月庚宁座 十四日 胡太后寻姓松高 鬼祟 十七日 回到宫中 太后从容为监中书社人 羊羽约 轻音在外 不称人心 轻有文 甚无慧隐 欲奏扬州刺史 李崇武车载祸 襄州刺史 杨军造淫 十七享领军元毅 太后赵已夫妻 妻儿则之 亦游是愿遇 遇叔父书妻 五昌王 何知妹也 何及一知从祖 书祖 原是贫请别居 遇父春气则不听 原是恨之 回迎诸民 刘宣明谋反 视角 逃亡 义是何及原是误告 与藏匿宣明 且云 玉父定州刺史春 书父华州刺史金 并送假账三百句 谋为不成 义父构成之 且玉帐五百人 因为玉癌 收之 义无所获 太后问其状 玉句对位原是所愿 太后解玉父 处何及原是死刑 继而易迎就之 和直免官 原是竟不作 胡太后曾经在闲聊时 对监中书社人杨玉说 如果我的亲戚在外面有不称人心的事 你一旦听到了 千万别隐瞒 杨玉上奏 扬州刺史 李崇用武车装载财物 乡州刺史 杨军制作 银制十具馈赠领军原意 胡太后就召来原意夫妻 哭泣着责备他们 原意因此怨演杨玉 杨玉的叔父杨叔的妻 了是无常王元和的妹妹 元和是元意的聪僧祖 杨叔死后 元氏多次请求搬到别的地方住 杨玉的父亲杨春哭着斥责他 不肯听从 因此元氏很仇恨他们 正赶上营州人刘宣明 图谋叛乱 是 情被发掘后 刘宣明逃亡 元意指使元和一级元氏 诬告杨玉藏匿刘宣明 并且说 杨玉的父亲定州刺史阳春 他的叔父华州刺史阳金 曾经一起给刘宣明送了三百件兵器 图谋造反 元意又是这个罪名成立 并派了五百余千卫兵 在夜间爆雷了杨玉的住宅 进行搜查 抓了杨玉 但是一无所获 胡太后查问七世 杨玉报告了被元氏怨恨的事 胡太后为杨玉松了榜 判处元和一级元氏死刑 事后元已营救了他们 结果元和被念处 光是抵罪 元氏终于也没有治罪 十一 冬 十二月 鬼丑 魏任成文宣王成族 十一 冬季 十二月鬼丑 初八 北魏任成文宣王元成去世 十二 庚申 魏大赦 十二 庚申 十五日 北魏大赦填下 十三 赦岁 高聚立王云族 世子安利 十三 这一年 高聚立王高云去世 他的长子高安继位 十四 魏一郎显不惊 大家杀太 为朱元旭 星雄 杨申 元子宫 其范阳 祖影等八人 已才用剑 刘 于皆骂浅 申 直之子也 十四 北魏因为赶到选拔官员过滥而不惊 就大家淘汰 只有朱元旭 星雄 杨申 元子宫 以及范阳人 祖影等八人 因为有才能而留用 其他人都被霸职送回去 杨申是杨子的儿子 普通元年 庚子 五百二十 普通元年 庚子 公元五百二十年 一 春 正月 一亥朔 改元大赦 一 春季 正月以亥 初一 梁朝改年号 并大赦天下 二 丙子 日有识之 二 丙子 初二 发生日时 三 吉卯 以林川王洪为太尉 扬州刺史 金子光鲁大夫 王奋为尚书 做图摄 奋 患之地也 三 吉卯 初五 梁朝任命林川王 萧红为太尉 扬州刺史 金子光鲁大夫 王奋为尚书 做图摄 王奋是王患的弟弟 四 左军将军 玉宁为我逢到根族 十日上春 祠二庙 既出宫 又四以闻 上文中书 摄人朱业曰 吉凶同日 今可行呼 对曰 习为献宫文柳 装死 不是继扶而亡 道根 虽未为设计之臣 亦有劳王室 林师 李也 尚即兴起来 哭之渗痛 四 左军将军 玉宁为我逢到根去世 这一天在正月 梁武帝去太庙和小庙祭祀 出宫以后 有关部门把冯大根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 梁武帝问中书社人朱伟说 急凶的事发生在同一天 现在我能去调研他吗 朱伟回答 从前为县公听到柳庄的死讯 不脱掉祭福就前去调研 冯大根虽然算不上是国家重臣 但也对王室有过贡献 去看望他 是和脱离的 于是梁武 帝就来到冯大根的住宅 非常忧伤地哭到他 五 高聚力是子安前使入贡 二月 鬼丑 以安为明东将军 高聚力王 遣使者将法城受安一光健配 为光州兵就派中之之 宋洛阳 五 高聚力的太子高安派前使杰 前来向梁朝进贡 二月鬼丑 初九 梁武帝任命高安为明东将军 高聚力王 并且派使杰将法承受给他衣服 王冠和配件 北围光州的军队 在海中抓获了江法胜 把他送到了洛阳 六 魏太傅 世忠 清禾 文显王义 美风仪 胡太后 逼而兴之 然素有才能 辅政多所匡义 好文学 礼竟是人 实望甚重 世忠 领军将军 原意在门下 兼总进兵 是宠交字 只欲无极 欲美才之以法 亦犹是愿之 魏将军 以同三字流藤 全心内外 力补西藤义 奏用藤礼为俊 仁自乖悦 亦役而不奏 疼亦怨之 龙相府长史宋为 便知子也 亦见为通知郎 福宝无形 亦许为以富贵 舍告思染都类 韩文书 父子谋作乱利益 亦作禁止 暗艳 无反撞 得势 为当反作 亦言与太后曰 金诸为 后有争反者 人莫敢告 乃处为为昌平俊首 六 北为太父 世中 清和文献王元毅 神采仪表俱佳 胡太后逼迫和他私通 但是元毅素有才能 辅政多所匡议 又爱好文学 对世大夫很尊敬 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 世中 领军将军元毅在门下省 有兼任同管禁内之兵 他以仗台后的宠幸骄傲放肆 穷奢极欲 元毅常常按法律制裁他 因此元毅非常怨恨元毅 贵将军 一同三 私刘腾的权势在朝廷内外都很大 立不为了讨刘腾的欢心 奏紧任命刘腾的弟弟为俊太首 但是因刘腾的弟弟 无论才能和资历都不够格 元毅便压下来 不肯上奏 因此刘腾也怨恨他了 龙乡夫长使宋伟是宋辩的儿子 元毅推荐他做了通知郎 但是宋伟实际上是个轻薄无形之徒 元毅答应使宋伟荣华富贵 让宋伟告思染都累 韩文淑父子二人谋划叛乱 要立元毅为帝 元毅因此而被监禁 经过查验 没有发现谋反的行为 才被释放 宋伟因诬告而应当也诬告至罪 元毅对太后说 如果现在杀了宋伟 以后有了真反叛的人 谁也不敢报告了 于是只把宋伟贬为昌平俊太守 一孔一中为己害 乃与刘腾密谋 使主时中黄门胡定自列云 亦获定使都为主 若即得为帝 许定也富贵 第十年十一 信之 秋七月 炳子太后在家福殿 为御贤殿 义奉帝御显阳殿 藤壁永相门 太后不得出 义入 御以于韩章殿后 义立声不听义入 义约 乳玉反 邪 义约 义不反 正义赴凡之二 命宗是及执差之义一妹 将入韩章东省 使人防守之 腾称赵吉公轻义 论义大逆 众贤畏义 无感义者 为菩舍新泰文 真公由赵抗言义为不可 忠不下属 原义怕原义最终成为自己的心头之患 就和刘腾密谋 让主时中黄门胡定自己公认说 原义贿赂我 让我堵死皇上 许诺如果他做了皇上 便让我荣华富贵 北威孝明的当时只有十一岁 相信了胡定的诬陷 秋季 七月丙子 初四 胡太后在家福殿 没有到权殿来 原义奉使皇帝来到咸阳殿 刘腾关闭了涌向门 胡太后不能出来 原义入宫 在寒章殿后遇上了原义 原义立声呵斥 不许原义进入 原义说 你想造反吗 原义说 我不造反 我正想抓要造反的人呢 于是命令宗士和职斩们揪住原义的衣袖 把他送到寒章东省 派人看守住他 刘腾伟称皇上的命令 召集公卿们来议论 说说原义谋反的罪状 大家都畏惧原义 没有人敢表示不同 意见 只有仆射心太文真宫有找 反驳说原义不可能谋反 到底也没有下必签名同义把原义治罪 意 藤池公卿一入 额面雷可 夜中杀意 于是诈为太后照 自称有吉 怀政余地 犹太后于北宫悬光殿 宫门昼夜长臂 内外断绝 藤字直观要 地义不得胜见 才听传实而已 太后福善俱费 不免饥寒 乃贪曰 养虎得势 我之未已 幼始终尝试甲灿师弟书 密令房查冻职 一岁与太师高阳王雍等同辅证 地位一位姨父 一 与藤表里善选 一位外遇 藤为内房 常执进省 共财兴赏 正无巨细 绝于二人 为朕内外 百聊重继 原意 刘腾拿着王公们的意见进宫 很快就得到孝明帝批准 半夜时杀掉了原意 于是他们又伪造胡太后的指令 说他自己有了病 要将政权交还给孝明帝 他们把胡太后囚禁在北宫的宣光殿 宫门昼夜都关闭着 内外隔断 刘腾自己掌管着钥匙 连孝明帝都不能探视 只允许地送食物 胡太后的衣服饮食 都不能像原来那样了 因此免不了忍急受寒 于是他叹息道 杨虎却被虎咬了 说的就是我呀 原意又派中尝试贾灿 培示孝明帝读书 暗中命令他提防监视孝明帝的行动 原意便与太师高阳王 原庸等人一同辅正 孝明帝称原意卫立府 原意和刘腾内外专权 相互勾结 原意专管抵挡 来自于朝廷之外的攻击 刘腾负责对朝廷内部的监视 他们常常在殿中执勤 一同决定赏罚 正是不论大小 都由他们两人决定 他们威震朝廷内外 以治百官们 个个小心翼翼 不敢轻拒妄动 朝廷闻一死 莫不丧气 胡怡为之 里面者数百人 由赵奋义而足 朝廷之人听到原意的死讯 莫不痛心棘手 甚至胡怡中有好几百人痛哭 他的死尸 都划破了面孔表示悲哀 由赵气愤不过死掉了 七 吉卯 江 淮 海并役 七 吉卯 初期 长江 淮河及海水一同暴涨 八 新卯 为主家园福 大赦 改元正光 八 新卯 十九日 北魏为孝明的举行家官吏 大赦天下 改年号为正光 九 为香州刺世中山文庄王熙 英之子也 与帝给诗黄门试朗略 司徒祭求左安 结为清河王义所后 文义死 起兵于业 上表玉珠元义 刘腾 左安王奔业 后时 掌石柳元璋等率成人鼓噪而入 杀其左右 直锡 左安并珠子置于高楼 八月 贾银 元义遣上书 左城卢同就斩西于业街 并齐子弟 九 北魏香州刺世 中山文庄王元习是元英的儿子 他和弟弟给诗黄门试朗元律 司徒记九元篡都得到清河王元义 的后代 听到元义的死讯之后 在叶城起兵 并且上书给孝明的要求杀掉元义 刘腾 元篡逃跑到了叶城参与起兵 十天之后 掌石柳元璋等人率领称中平民鼓噪入城 杀了他们的手下人 把元熙 元篡和他们的儿子一同抓到高楼上 八月贾银 十三日 元义派尚书左称卢 同前去在叶城邪市上 掌杀了元熙和他的子弟 戏好文学 有封义 明是多余之游 将死 约故之书约 吾与帝聚蒙皇太后之遇 凶聚大舟 帝则入世 隐 秦颜色 恩童子母 金皇太后见费北宫 太父亲和王杭寿图库 主上幼年 独在前殿 君亲如此 无以自安 故帅兵民欲见大业于天下 但智力前短 玄见求职 上谈朝廷 下溃向之 本以名誉干心 不得不耳 留长遂守 复合言哉 凡百君子 各敬尔仪 为国为深 善血明解 闻者连之 西守至洛阳 金顾莫改士 前萧綦将军雕正独收妻师而藏之 整 雍至孙也 如同西异议 穷至西党宇 所记因内史洋狱赴业 考选百日 乃德还认 亦也同为皇门侍郎 袁熙爱好文学 有风度 有气量 当时的名士大多和他有交情 他临死时 给老朋友写信说 我和弟弟都蒙受皇太后的制月之恩 哥哥镇守大舟 弟弟则在宫内服务 皇太后对我们和爱可亲 恩情如同慈母一般 现在皇太后被废在北宫里 太父亲和王又横遭杀害 圣上年幼 一个人在前面任人摆布 圣上如此 我也无法保全自己 因此率领军队和百姓想在全国伸张正义 但是我因智力前短 不 但贼人未除 反而身陷淋雨 真是上对朝廷有愧 下对知己无言 我起兵本是出于忠义之心 不得不这么做 肚脑涂地 也毫无二话 希望众多有人 敬奉你们的道德标准 为国家为自己好好地保持明捷 听了字话的人没有不哀怜他的 袁熙的手机被送到了洛阳 他的亲戚朋友都不敢去看 只有从前的萧綦 将军刁种收藏了他的尸身 刁种是刁庸的孙子 卢同为了讨取袁熙欢心 严厉查办袁熙的同党 竟要内使杨玉被求送到叶城 审问拷打了一百天 才得以回去赴任 因此袁一眼如同做了黄门使狼 袁略王底故人和内司马士兵 士兵欲略附敌法夜度梦金 一屯流利法光家 转一熙和太守雕霜 逆之经年 石垢略慎疾 略惧 求送出境 双曰 会有一死 所难遇者为之及此而 远不以为虑 略谷求难奔 双难使从此昌送略渡江 随白奔 尚风略为中山王 双 雍之足松也 义无雕整颂略 并其子弟收谢之 欲使王姬等力为辩许 乃得免 圆略逃 到老朋友和内人 司马士兵那里 司马士兵同园略用尾干扎成法子 在夜间度过猛金 来到屯流人利法光的家中 很快又去投靠西和太守雕霜 在那里藏了一年多 当时悬赏统计元略 风声很紧 元略很害怕 请求把他送出国境 雕霜说 人孤有意思 最难得的是为之己而死 希望你不要替我担心 元略坚决请求难逃 雕霜便派侄子雕昌送元略渡过长江 于是元略投靠了梁朝 梁武帝封元略为中山王 雕霜是雕雍的族孙 元略乌 高雕霜送走了元略 便把他连同他的子弟一同抓了起来 遇使王姬等人全力为他删辩 才得以幸免 时 家子 时中 车骑将军永昌岩侯为瑞族 时尚方重逝时 市民无不从风而弥 独瑞自已位居大臣 不欲欲俗抚养 所行略如平日 时 家子 二十三日 梁朝市中 车骑将军永昌岩侯文瑞去世 当时梁武帝正遵从佛教 百姓全都跟着信教 只有文瑞自以为身为大臣 不想顺从这种习俗 行事全和平时一样 十一 九月 雾虚 魏以高阳王拥为丞相 宗社内拜 与元义同决数物 十一 九月雾虚 二十七日 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隆为丞相 总管内外朝政 与元义一同处理日常事物 十二 初 柔然差汉汉克汗 那福明敦之七寇里灵士 生福八克汗及阿纳归等六子 福八祭吏 呼往其右子祖会 求目不能的 有无地万言祖会经在天上 我能呼之 乃于大则中师掌握 似天神 祖会呼在掌中 自云横在天上 福八大喜 好地万为圣 女 乃为可赫顿 帝旺既邪所道 富有姿色 福八净而爱之 先用其言 干乱国政 如是击岁 祖会尽常 与其母约 我常在帝万家 未常上天 上天惹地万交我也 其母据也状告福八 福八约 帝万能前之未然 物为产也 继而帝万句 赠祖会于福八而杀使 后屡灵士遣其大臣 剧烈等 绞杀地万 福八怒 玉珠剧烈等 会阿智轮入寇 福八积职 兵败而还 后屡灵士与大臣 共杀福八 立其地阿内归为可汗 阿内归立十日 其族凶士发帅 众数万积职 阿内归战败 与其地也居罚 亲戚奔位 使发上后屡灵士 及阿那归二帝 十二 当初 柔然国的岔汉克汗 娶了福明敦的妻子 后屡灵士 生下福八克汗 以及阿那归等六个儿子 福八成为柔然克汗以后 忽然丢失了幼子祖会 查访照寻都找不到 有个巫婆叫帝万 她说 祖会现在在天上 我能招来她 于是便在大则中搭起帐幕 祈祷天神 祖会一下子出现在帐幕中 并且说自己一直在天上 福八非常高 星称帝万是圣女 把她取为正妻 帝万既有法术 又有姿色 福八对她几尊敬又宠爱 非常听信她的话 任她参与干扰国事 这样过了几年 祖会慢慢长大了 告诉她的生母说 我那时一直在帝万家 没有上过天 上天的话是帝万教我说的 她的母亲把这件事的真相告诉了福八 福八说 帝万能够遇见没发生的事 你不要说她的坏话 不久帝万怕这件事暴露 就在福八面前陷害祖会并杀了她 后屡灵事派与台一新的大 陈剧烈等人绞死了帝万 福八大怒 要杀死剧烈等人 恰好在这时阿治罗族入侵 福八带兵抗击 兵败而回 后屡灵事和大臣一同杀掉了福八 立他的弟弟阿内归为克汗 阿内归立为克汗王景十天 他的族凶士发便率领几万人攻打他 阿内归战败 同他的弟弟也拘罚亲戚逃亡北魏 始发杀了后屡灵事和阿内归的两个弟弟 十三 魏清河王一死 汝南王月了无恨原意之意 一桑落酒后知 尽其自宁 一大喜 东 十月 一卯 一月为时中 太位 月就一子丹求一服丸 不识称旨 账单摆下 即死 十三 被魏清河王原意死后 汝南王元月没有一点仇恨原意之心 反而用三落酒讨好原意 极尽谄媚讨好知能事 原意非常高兴 冬季 十月以往 十五日 任命原意为时中 太位 原意向原意的儿子原 单索取原意的服饰和古丸 因为没有按时送去而所送的又不合原意的心意 原意就用大仗打了原单一百下 几乎把原单打死 十四 柔然可汗阿纳 归将至位 为主使司空经赵王纪 始终催光等相似嬴之 赐劳甚厚 为主应见阿归皆于显阳殿 应致宴 致阿纳归位于亲王之下 焉将罢 阿纳归只起立于座后 赵燕指于座前 阿纳归再拜言曰 臣已加难 青来义雀 奔国臣民 皆已逃散 陛下恩隆天地 起兵送还本国 捉捡叛逆 书记王散 臣当统帅移民 奉使陛下 言不能尽 别有启臣 仍已起受中书摄人长景一文 景 爽之松也 十四 柔然国的可汗 阿纳归将要 来到伟位之时 北威孝明帝派司空经召王元祭 始终崔光等人依次欢迎他 十分优厚地赏赐 孝明帝在显阳殿接见了阿纳归 随后设置宴席 把阿纳归的座位排在亲王之下 宴会即将结束时 阿纳归手指书信站在座位后面 孝明帝命人把他引到御座之前来 阿纳归拜了几拜说道 未臣我因为家中有难 只身前来朝拜陛下 我国的臣民 全都逃散了 陛下的恩情比天高 比地后 请陛下派兵把我送回本国 诛灭造反的内贼 收 挤起逃散的人马 我一定会统帅我的百姓 节心侍奉陛下 我的话难以表达全面 这里还另外有封信向陛下陈述为劳他 于是就把书信交给中书社人 长景呈给孝明帝 长景是长爽的孙子 十一月 也害 魏力阿纳归为朔方公 如如王 赐野衣服 摇车 陆续一位 亦如亲王 十位方强盛 于洛水桥南遇到东座寺馆 到西历寺里 有自江南来降者处之金陵馆 三年之后 赐宅于归正里 自北夷降者处艳然馆 赐宅归德里 自东夷 降者处福桑馆 赐宅于牧化里 自西夷降者处艳斯馆 赐宅于牧义里 即阿纳归入朝 以艳然馆处之 阿纳归旅求返国 朝义一同不绝 阿内归已经摆京度原意 遂听北归 十二月 人子 为赐淮朔都督 捡瑞其二千护送 阿内归打净手 关机招纳 若比赢后 一次增博车马里见而返 如不容受 听还却停 即行装资浅 付上书亮给 十一月几日 二十九日 北威孝名利利阿纳归 为朔翻弓 如如王 赐给他衣物 服饰和摇车 他的凤落和卫队 都和亲王的一样 当时北威正式强盛的时期 在洛水桥南的遇到之东 修建了四座客馆 到西建起了四片街 有从迦南来投降的人 便让住在金陵馆 三年以后在贵政里赏赐他一所住宅 从北一来投降的人先住在燕燃馆 然后在贵德里赏赐住宅 从东一来投降的人先住在福三馆 然后在母坏里赏赐住宅 从西一来投降的人先住在燕资馆 然后在墓逸里赏赐全宅 阿内归归顺北位后 让他住在燕燃馆中 阿大归多次请求 回国 朝廷中的意见总是不一样 无法决定 阿娜还用一百千黄金贿赂元意 于是就允许他回国了 十二月仁子 十三日 北魏命令怀硕都督挑选 二千精锐骑兵护送阿娜归 到达国境边上 光看时机而执行招纳 如果柔然应候阿娜归 就此给他丝绸布辟 车马 按礼节给他践行 送他回去 如果柔然不接受他 仍允许他回到朝中来 这次行动的刑装费用 则呈上书生根据费用多少而支付 十五 新有 为以经赵王远纪为司徒 十五 新有 二十二日 北魏任命经赵王远纪为司徒 十六 为依使者刘善明来品 师父通好 十六 北魏派刘善明初始梁朝 两国又开始亲善往来 二年 新朝 五百二十一 二年 新朝 公元五百二十一年 一 春 正月 新四 上四南交 一 春季 正月新四 十二日 梁武帝在南交祭天 二 治孤独源于健康 以收养穷民 二 梁朝在建康设立孤独源 用来收养穷共百姓 三 物子 大赦 三 物子 十九日 梁朝大赦天下 四 为南秦州敌反 四 北魏南秦州的敌人造反 五 为发禁军兵万五千人 释怀朔镇将阳军将之 宋柔然可汗阿纳归返国 上书所成章谱会上书 以为 如如酒味变幻 金子天降丧乱 荼毒其心 盖玉世之之又道之可乐 革面鸡首以奉大为也 陛下宜安民公己以玉服其心 阿纳归树身归命 父之可也 乃更先自唠绕 兴师交殿之内 投诸荒义之外 就类世之情 敌 兹天王之丑辱 臣于未见其可也 此乃便将贪窃一时之功 不思兵为凶器 王者之得以而用之 旷今汉汉方甚 圣此将善 乃亦万五千人 使阳军为将 欲定如如 赶食而动 岂可济乎 脱有颠覆之便 阳军之肉 其足实乎 财富专好小明 不图安危大计 此为臣 所以寒心者也 且阿难归之不海 父和信义 禅见不吉义 文书所获 不敢不臣 阿内归辞于西唐 赵四义军喜 以备 杂彩 良处 世事优厚 命世中 崔光等老浅 于外国 五 北魏征调附近郡县的 一万五千多兵力 由淮硕镇 将杨军统帅 送柔然 可汗 阿纳归 回国 上书 左城 张浦 会上书 孝明帝 认为 如如国 长期以来 一直是我们 边境上的祸患 现在老天给他们降下灾害 战乱 让他们心灵受苦 这大概是为了让他们懂得 只有岸田岛行事才能安乐 让他们悔过自心 规矩顺从地来 侍奉我们大魏朝雅 陛下应当安抚百姓 端正自身一使天下百姓心悦成福 阿内归之神来投奔 安抚他就可以 了 宁确首先为自而牢扰天下 在京城内外兴师动众 把他们指派到荒僻偏远之处 去救助几代以来 都是我们的强敌之人 帮助老天爷都要是他灭亡的丑恶的蛮乳 以身之于见 实在看不出有这样做的必要 这不过是首边的将领 贪图一时的功劳 却不去想想打仗是凶险的事 圣王不得已时才会使用 何况现在干喊正厉害 圣上出于慈心减少了自己的膳食 却让阳俊带着一万五千人去安定如如 违背时事而贸然行动 怎么能够成功呢 如果万一发生不测质变 有人颠覆国家发动战乱 即使得使把阳俊杀了吃掉 又有什么用 才向打臣们专门喜欢个人的名声 不替国家的安慰着想 这正是小陈我感到寒心之处 何况即使阿内归不能回国 我没有何辜负信义之处 我官职低贱不够贫义的资格 但是文书都从我手上经过 因此我不敢不说出我的意见 阿内归在西唐辞行 孝明帝下令赐给他军起 衣备 杂物 凉储 样样都很优厚 命令适中崔光等人在外城为他 剑行送别 阿内归指南奔也 皆从父兄婆罗门率众数万人讨事发 破之 始发奔地豆干 地豆干杀之 果然推婆罗门为迷 而可涉据客汗 杨军表称 柔然以礼军长 孔魏肯以杀兄之人交迎其敌 清网须返 图损国威 自非广加兵重 无以送其入北 二月 魏人使就长凤事肉 然者叠云据人往御婆罗门 适迎阿内归 阿内归逃到南方的时候 他的堂兄婆罗门率领几万人 入朝讨伐施发 打败了他 是发头奔地豆干国 地豆干 人杀了他 柔然人推举婆罗门做老迷 偶可涉据客汗 杨军赏书说 柔然国已经设立了国军 恐怕不会有杀死人家兄长的人 又在郊外迎接死者的弟弟 如此情衰前往 徒劳而返 将白白地损害国家的威望 因此如果不大举发兵 就没办法送阿内归北返 二月 北魏派原来曾出示 柔然国的蝶云巨人前去小宇婆罗门 让他迎接阿内归回国 六 新丑 上四明堂 六 新丑 初三 两五帝在明堂祭祖 七 更须 为使 甲府军将军并求讨拿秦叛底 七 更须 十二日 北魏派代理府军将军并求 讨伐南秦州反叛的底人 八 魏原义 刘腾之幽乎太后也 又为将军西康生欲其谋 义以康生为府军大将军 何南隐 仍是知灵左右 康生自南当取世中 左卫将军侯刚律 刚子 义之魅父也 义以康生同音 身相未托 三人律多巨子尽忠 石祸叠出 义南当为千牛背身 康生性粗误 言气高下 义稍淡之 鉴于颜色 康生意味惧不安 八 卑微原义 刘腾求禁胡太后时 又为将军西康生参与了他们的计划 因此原义任命西康生的做了辅军大将军 何南隐 仍然让他同领御仗卫兵 西康生的儿子西南当取了世中 作为将军侯刚的女儿 侯刚的儿子又是原义的妹夫 原义因为和西康生有殷亲的关系 因此十分信任他 他们三人很多时间里 全都入在工程内 有时交替着出宫 又让西南当手指千牛刀侍卫 余孝明的左右 西康生性情粗暴鲁莽 言语不逊 原意有些惧怕他 甚至表现在脸色上 西康生也有些感到畏惧不安 甲午 为主朝太后于西林园 文武是作 九憨蝶舞 康生乃为历世 即哲玄之计 美顾是太后 举手 岛族 称慕 汉手 为直杀之事 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 日暮 太后于邪地速宣光殿 侯刚曰 至尊已潮气 贫欲在南 何必留宿 康生曰 至尊陛下之二 随陛下将东西 更复仿谁 群臣莫感应 太后自起原地弊 下唐而去 康生大呼 唱万岁 地潜入 左右镜 香牌 不得必 康生夺囊当千牛刀 着之后援私府 乃得定 地计生宣光殿 左右是尘距离西阶下 康生成九世将处处分 唯一所值 所于门下 光露宣甲灿代太后曰 时关怀恐不安 陛下一亲安慰 太后信之 时下殿 灿及福地出东旭 前于显阳殿 毕太后于宣光殿 至晚 亦不出 令氏中 皇门 徒舍 上书等十余人就康生所迅其事 处康生斩行 难当绞行 亦与刚病在内 矫照觉知 康生如纵 难当树死从流 难 当哭辞父 康生慷慨不悲 曰 我不凡死 如何哭也 时已昏暗 又思去康生父侍 展之 上十点玉西会与康生同指道入内 一坐脚 难当野侯刚去 等流美于日 竟流安州 久之 一使形态如同旧杀屎 以刘藤为司空 八座 九情长淡造藤宅 参气颜色 然后副省府 亦有终日不得见者 公司赎请 为市或多少 周车之力 山泽之劳 所在雪谷 刻薄六镇 交通户市 岁入利西已居万万计 彼多黎社已广齐居 远近苦之 甲午 被微笑名帝在西林园朝见胡太后 文武百官陪统 久憨之时纷纷起舞 西康生趁势表演历史舞 每道回旋 转身的时候 总是看着胡太后 举手 投足 瞪眼 点头 做补杀的姿势 胡太后明白了她的用意 却不敢说话 傍晚 胡太后想携同校明帝 一同住在宣光殿 侯刚说 皇上已经朝见完毕了 她的嫔妃住在南宫 没必要留宿在这里 西康生说 皇上是太后陛下的儿子 随太后之意领往哪里 还用问别人吗 众大臣们都不敢说话 胡太后自己站起来扶着孝 明帝的手臂下躺而去 西康生大声呼喊 高唱万岁 孝明帝前头进入地门 手下人互相拥推着 门关不上 西康生夺过西南当的牵牛刀 砍杀了之后袁司府 才安定了局面 孝明帝在宣光殿上圣殿 手下的侍臣都站立在西面台阶下 西康生接着久竟想要出来安排布置一番 却被袁医抓住 锁在门下 光露勋贾灿欺骗胡太后说 使官们心里惶恐不安 陛下应当亲自去安慰他们 胡 太后相信了她的话 刚走下殿来 贾灿便扶着孝明帝走出东门 往前驻到了显阳殿 而把胡太后关在宣光殿内 到了晚上 袁医还没有出宫 命令失踪 黄门 菩舍 尚书等十多个人到西康生 被押的地方审问她 判处西康生战刑 西南当绞刑 袁医和侯刚都在内宫 伪造孝明帝命令判决了这个案子 同意判处西康生战刑 饶恕西南当不死 改为流放 西南当哭着去向父亲告别 西康生却慷慨激昂 毫不悲伤 说道 我不后悔去 死 你哭什么 当时天色一暗 官吏们驱赶着西康生来到刑场 掌杀了他 上十点与西棍医和西康生一同拿着刀冲入宫中 也被判处了侥刑 西南当因为是侯刚的女婿 得以停留了一百多天 最后被流放到了安州 很久之后 袁医又派刑台如同 去安州杀害了西南当 刘腾被任命为司空 因此而全清一时 朝廷中的八座 旧亲们常常在早晨到刘腾的住所拜访 先观察了他的脸色 然后再到官署去办公 也有一整天都见不到他的官 立 刘腾贪得无厌 不论请他放的是公事还是私事 他只看所送财务多少而行事 无论是不露交通之力 还是山川木产 他全都独占 他还对六镇敲诈勒索 权贵间互相勾结串通 每年的收入数以百亿 他又侵夺周围四邻的房屋来扩大自己的住宅 远近的人都深受其害 经召王继自已父子权位太盛 故情以司徒让车骑大将军 一同三思催光 下 四月 庚子 以纪为太保 世中如故 既故词 不许 人吟 以崔光为司徒 世中 既久 著作如故 经召王元继自认为他们父子的权职太大了 坚决请求把司徒的职位让给车骑大将军 一同三思催光 夏季 四月 庚子 初三 朝廷任命元继为太保 保留世中的职务 元继坚决推辞 但是孝明帝不肯批准 人吟 初七 任命崔光为司徒 世中 既久 著作等旧之不变 九 为蝶云巨人之柔然 婆罗门书娇慢 无讯避心 则巨人已静 巨人不屈 婆罗门乃遣大臣秋生头等将兵二千随巨人迎阿纳规 五 月 巨人海镇 巨道奇壮 阿纳规矩 不敢进 上表请还洛阳 九 卑卑的蝶云巨人来到柔然国 婆罗门非常傲慢 没有谦逊力让的意思 却让蝶云巨人对他心理 蝶云巨人不肯屈从 婆罗门才派大臣秋生头等人 率领二千人随蝶云巨人一同去迎接阿纳规 五 月 蝶云巨人回到怀硕镇 把这种情况都做了汇报 阿纳规很害怕 不敢前去 上表给孝明帝请求回到洛阳 十 新四 为南荆州刺史横书兴巨所布了将 十 新四 十四日 北魏南荆州刺史横书兴率领部将投降了梁朝 六 月 丁卯 一周刺史闻僧名 编成太守田 守得雍所布将位 结完九也 唯以僧名为西域州刺史 守得为益州刺史 六 月 丁卯 初一 一周刺史闻僧名 编成太守田 守得率领部署投降了北魏 这二人都是满族首领 北魏人命闻僧名为西域州刺史 田守得为益州刺史 十一 回宝 蜿蜒电火 延烧后宫三千间 十一 回宝 梁朝蜿蜒电施火 火施蔓延 烧毁后宫三千间 十二 秋 七月 丁卯 以大将青培岁为信武将军 甲捷 督众军讨一周 破位一周刺史丰授于潭攻陷 岁为齐城 授井将 复取一周 魏爷尚书做成章谱会为刑台 将兵就之 不及 十二 秋季 七月丁卯 初一 梁朝任命大将青培岁为信武将军 授予太福节 让他独率众军去讨伐一周 守战告解 在谭攻陷打败了北魏一周刺史丰授 进而围攻齐城 丰授请求投降 于是又夺取了一周 北魏为任 上书所成章谱会为刑台 率兵来救援 但是没有来得及 以赔岁为玉周刺史 朕合肥 岁玉席受阳 因结束阳民里刮花等为内应 岁易乐兵为七日 孔未觉知 先以扬州云 未始于码头之处 如文赋予修百纳故城 若尔 便相亲逼 此意须迎欧阳 社交境之辈 金版族以及 为庭姓海 扬州刺史长孙志 谋于辽佐 兼曰 此无求白纳之意 已以实告之 陆氏参军阳坎曰 白纳孝成 本非行圣 最好角树 荆棘兵遣移 孔有太义 志大悟曰 陆氏可及作义报之 坎报已曰 彼之转兵 相别有益 何为妄够白纳 他人有心 于存夺之 勿为秦无人也 随敌仪 以为为人已决 吉丧其兵 刮花等已失期 遂相告发 辅诸者是余甲 志 观之子 坎 拨之子 接着 又任命裴岁为御洲赐使 正守合肥 裴岁想要袭击寿阳 便暗中结交了寿阳人 李刮花等人作为内应 裴岁部署好了军队并约定了时间 怕被北魏发掘 便先给北魏扬州方 面送去一封书信 信中说 魏国原来在码头设置防卫 现在听说又要修筑过去的白纳城 如果这样的话 就表示你们要发起进攻 我们这边也需要修筑欧阳城 增设边境的守卫 现在铸城的兵士已集中了 只等你们的回信了 北魏扬州刺使长孙志和他的幕僚们商议此事 大家都说 我们这里没有修筑白纳城的意图 应当把事情告诉他们 陆氏参军阳坎说 白纳是个小城 本来不是什么险要之地 陪随这人很狡诈 一贯 老谋深算 现在集结 调动部队 恐怕有别的用意 长孙志顿时醒悟过来了 说 陆氏应当马上写一篇习文送给裴穗 于是 杨卡在习文中对裴穗说 你们调集兵力 想是有其他用意 为什么反而胡说我们要修筑白纳城呢 古话说 他人有什么心思 我能猜测得出来 不要以为我们这里没有能人 裴穗收到习文后 认为北维已经发掘了他的用意 就遣散了他的军队 李瓜瓜等人因为错过了约定时间 就互相告发检 据 有十多家被处死 长孙志是长孙关的儿子 杨坎是杨波的儿子 十三 初 高车王敏俄突死 其中西归融入 后数年 入大浅弥俄突地 扶帅于众还国 依伏姬柔染客汗婆罗门 大破支 婆罗门帅十部落一两州 请降约位 柔染于众数万相帅 赢阿纳归 阿纳归表称 本国大乱 性性别居 叠相超略 当街北人胡旺带整 起一钱恩 给陈精兵一万 送陈弃北 府定荒民 赵复中书门下博弈 梁州刺史原番立威 自国 甲斗落以来 如如 高车蝶香吞噬 事则如如授手 继而高车背勤 经高车自奋于衰微之中 客血仇齿 乘有种类繁多 终不能相灭 自二鲁交斗 边境无尘 数十年已 此中国之利业 今如如梁主相继归成 虽荣敲行寿 忠无唇故之劫 然存亡济诀 帝亡本物 有弃而不受 则亏我大德 若难而抚养 则损我自处 我全土内地 则非知其情不愿 一孔中为后患 留 时事也 且如如尚存 则高车 有有内顾之忧 为辖亏于上果 若其全灭 则高车拔护之事 其易可知 今如如虽乱而不落由众 处处其步 亦望着主 高车虽强 未能尽服也 于未如如二主 并宜存之 居阿纳规于东 处婆罗门于西 分其将民 各有优属 阿纳规所居 非所经见 不敢一睹 婆罗门请修西海 故乘亦出之 西海在九泉之辈 去高车所居 金山千余里 使北路往来之冲药 土地卧眼 大一更加 以潜意良将 配业兵杖 监护婆罗门 因令屯田 一生转书之老 其北则人大器 也受所 据 使如如涉猎 彼此相资 足以自顾 外衣服如如之微弱 内衣防高车之叛远 此岸边保塞之汤迹也 若婆罗门能收离聚散 复兴其国者 剑令北转 荼毒流沙 则是我之外翻 高车情敌 西北之鱼可以无虑 如其间回反复 不过北部逃之扣 与我何损灾 潮于是指 十三 当初 高车王米俄图死后 他的手下人都投靠了 陆达国 近年以后 陆达派遣米俄图的弟弟 伊福率领于不回国 伊福公在柔然客汗婆罗门 打败了火 罗门 婆罗门带领十个部落来到梁州 请求向北位投降 柔然国剩余的几万人 一起来迎接阿内归 阿内归给孝明的上表说 我国的内部大乱 各个部族都各具一方分开居住 交替着抢劫杀掠 现在北方人都举种 翘望陛下去拯救他们 祈求您照从前恩死我那样 给我一万精锐兵力 送我到沙漠的北部 以便安抚战乱中的百姓 孝明帝下令把这件事 交给中枢门下集体议定 梁州刺事原番认为 自从我国定度洛阳以来 如如国和 高车国反复相互吞并 开始是如如国失去了头领 接着高车网友被抓 现在高车国在衰败中奋起 力求报仇雪耻 又 稍事众虽十六 缩则必应 历历才荒代将敌国消灭 自从这两个敌辱之国相互交战以来 我们的边境尘土不期已经有几十年了 这是中原国家的益处 现在如如国的两个国王相继归顺我国 虽然无敌之族也性难改 最后也不会有纯真坚固的节操 但是使威王的国家幸存下去 使绝灭的种姓得以繁衍 使帝王之本物 如果对他们弃而不管 就会有损于我们的德行 如果收留并且抚养他们 就会损失我们的物资储备 如果把他们全部迁到内地 则不但他们不情愿 怕最终也会成为我们的祸患 近代的流渊 时乐之乱就是这样发生的 况且只要如如国还存在 那么高车国就还有内部之忧 没功夫寄予我国 如果如如国全部灭亡 那么高车国的强霸之士 是难以预测的 现在如如国虽然大乱 但是部落还存在许多 到处都有 都盼望着过去的主 人 高车国虽然强大 却没能全部征服他们 以我之于见 应当让如如国的两个国主 同时并存 让阿内归住在东部 让婆罗门住在西面 把那些将民分给他呀 使他们各有所属 阿那归居住的地方 我不曾见过 不敢胡乱猜测 对于婆罗门 则请修主西海旧城 让他居住 西海城在九泉的北部 距离高车国所居住的金山一千多里 实在是北鲁来往的要塞之地 那离土地肥沃广阔 非常适宜于耕种 应当派遣一员粮将 配备以兵力武器 既监护婆罗门 又顺便让他们去屯田 可以节省粮草运输的烦劳 西海之北就面临着大沙漠 是野兽聚集的地方 让儒儒们打猎 与守兵们互相资助 便足以做到坚守自武 对外可以辅助弱小的儒儒国 对内可以防御强横的高车国 这是安定边境保卫要塞的长久之计 如果婆罗门能收集起离塞的百姓 复兴他的国家 就逐渐让他转向北部 迁移过沙漠 便可成为我国的外藩 高车国的强敌 于是西北一带的忧虑就可以解除了 如果他反叛了 则不过成为外逃的流寇 对我国有什么损害呢 朝廷经过讨论同意了他的意见 9月 柔然客汗四尼伐一怀朔朕请兵 且迎阿纳归 四尼伐阿内归之兄也 冬 十月 鲁尚书是高阳 王庸等奏 怀朔镇北吐若西泉 原野平沃 请治阿纳归于吐若西泉 婆罗门于顾西海郡 领各帅部落 收集离散 阿纳皇所居既在境外 以少幽浅 婆罗门不得比之 其婆罗门未将以前如如规划者 西令州镇部送怀朔镇以赴阿纳归 赵总指 9月 柔然客汗四尼伐来到怀朔镇 请求救兵 并且迎接阿内归 四尼伐是阿纳归的哥哥 冬季 十月 鲁尚书是高阳王 袁庸等人走北为孝明帝 怀朔镇至北的兔若西泉 原野平坦肥沃 请将阿内归安置在吐若西泉 婆罗门安置在从前的西海郡 命令他们各自率领自己的部落 收集离散的百姓 既然阿纳归的驻地在境外 那么遣送他时便应当稍微优厚一点 婆罗门不可以和他相比 在婆罗门投降以前来投奔我国 的如如人 都要让各州 镇集中送到怀朔镇来交给阿内归 孝明帝下令批准了他们的上奏 十四 十一月 鬼丑 魏市中 车其大将军侯冈家一同三私 十四 十一月 鬼丑 十九日 北为家封市中 车其大将军侯冈一同三私 十五 魏义东义 南秦里接返 耕臣 以秦州刺史和监王秦里刑台以讨之 秦是刘腾之事 贪暴无所畏计 大为敌所败 中卫弹奏 会设 出名 寻父王决 十五 北魏因为东义 南秦 二州的底人都反叹了 耕吟 任命秦州刺史 和监王元秦成立刑台去讨伐 元秦以仗刘腾的权势 贪婪残暴 肆无忌惮 被抵人打得大败 中卫弹奏了他 正赶上大赦 因此只被出名 但不久又恢复了王决 十六 魏以安息将军员红超兼上书刑台 以敦煌安置柔然婆罗门 十六 北魏任命安息将军员红超兼任上书刑台 到敦煌去安置柔然活的婆罗门 三年 任淫 五百二十二 三年 任淫 公元五百二十二年 一 春 正月 庚子 以上述令元昂为中书间 吴俊太守王三千一百一十三位上书做图摄 一 春季 正月庚子 初期 梁朝任命上书令元昂为中书间 吴俊太守王三千一百一十三位上书做图摄 二 新亥 为主耕吉田 二 新亥 十八日 北魏孝明帝举行耕种吉田仪式 三 为宋云与会生自洛阳西行四千里 至赤岭 乃除魏境 有西行 在七 至乾罗国而排 二月 达洛阳 得佛经一百七十部 三 北魏宋云和会生从洛阳 出发 西行四千里 到达赤岭 才出了北魏国境 继续西行两年以后 到达乾罗国后返回 于二月回到洛阳 得到一百七十部佛经 四 高车王一府前驶入贡余位 下 四月 庚臣 魏以一府为镇西将军 西海郡公 高车王 九之 一府与柔然战败 其弟越居杀一府自立 四 高车王一府派史杰向北魏进贡 夏季 四月更晨 十九日 北魏任命一府为镇西将军 西海郡公 高车王 很久以后 一府和柔然国交战失败 他的弟弟越居杀了一府自立魏王 五 五月 任陈朔 日有时之 祭 五 五月任陈朔 初一 发生日全时 六 鬼四 大赦 六 鬼四 初二 梁朝大赦天下 七 东 十一月 甲午 领军将军实行中武王弹族 七 冬季 十一月甲午 初六 梁朝领军将军实行中武王肖旦去世 八 以四 为主寺环丘 八 以四 十七日 北魏孝明帝在环丘祭品 九 初 为士祖以玄使力 禁书 命更造新力 只是 著作郎崔光 表曲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所上力 后宴德施 何为一力 以仍子为元 应为施水德 命约正光丽 五 初情正光丽 大赦 九 当初 魏士祖认为玄使力渐渐不准去了 像令令是新的立法 到现在 著作郎崔光选取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所上成的立法 经过宴政德施 合并成一种立法 以仍子为其首 以便与于北魏以水德而亡相应 命名为正光丽 表秦朝廷 秉武 十八日 开始实行正光丽 并大赦天下 十 十二月 已有 魏也车骑大将军 上书又图 赦原亲为宜童三思 太保经赵王继为太父 司徒崔光为太保 十 十二月 已有 二十七日 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 上书又图 赦原亲为宜童三思 太保经赵王继为太父 司徒崔光为太保 十一 初 太子统之魏生也 上养林川王红之子正德为字 正德少粗险 上级位 正德亦望东宫 即太子统生 正德环本 次决 西风侯 正德样样不满意 长续一谋 十岁 正德自黄门侍郎为清车将军 清之 王奔卫 自称废太子必获而来 为尚书作仆设萧宝银上表约 岂有博位天子 父作扬州 冲笔密钦 愿投他国 不如杀使 由是为人待之甚薄 正德乃杀一小儿 称为姬子 远邻赠地 为人不宜 明年 父自为逃归 尚弃而会之 父屈风雪 十一 当初 太子萧统没有生下来的时候 梁武帝抚养了林川王 萧红之子萧正德为儿子 萧正德从小就很粗业阴险 梁武帝即位后 萧正德一心想成为东宫太子 太子萧统出生之后 萧正德被交还父母 并被赏赐西风侯的爵位 萧正德心中憨恨不平 一直藏有谋反之心 这一年 萧正德由皇门智朗升为清车将军 不久他逃奔北魏 自称是被废弃的太子前来避祸 北魏尚书左仆社萧宝银上表朝廷说 不父是皇帝 父亲是扬州刺史 而他却丢下亲人 远远地偷到别的国家来 岂有此理 不如杀了他 因此 北魏人便对萧正德非 长不客气 于是萧正德就杀了一个小孩 生言是自己的孩子 远远地修建墓地 北魏人没有怀疑他 第二年 他又从北魏逃回国 梁武帝留着泪教会他 恢复了他的爵位 十二 柔然阿纳归求素为种 未与之万十 十二 柔然国的阿内归 请求给他们骨子做种子 北魏给了一万十 婆罗门帅部落汉位 王归入党 魏以平西府长使代人 废墓间尚书又成西北的刑台 将兵跑之 柔然顿去 墓卫朱将曰 容敌之姓 见敌即走 承须复出 若不使之破胆 忠孔疲于奔命 乃简练惊奇 浮于山谷 以步兵之雷者为外营 柔然果汁 奋机 大破之 婆罗门为梁州军索秦 宋洛阳 婆罗门率领部落反叛北魏 逃奔入他 北魏委派平西夫长时代 东人废墓建任尚书又成西北到刑台 让他率兵前去讨伐婆罗门 柔然人逃跑了 废墓对众将领说 荣敌的本性是见敌就跑 成虚又来 如果不下破他们的胆子 恐怕最后会被他们折腾得疲于奔命 于是他挑选惊 锐骑兵埋伏在山谷中 令害瘦弱的步兵在外扎营 柔然人果然来了 废墓率军猛烈进攻 打得柔然人一败涂地 婆罗门被梁州军队抓获 送到了洛阳 四年 鬼保 五百二十三 四年 鬼保 公元五百二十三年 一 春 正月 新卯 上四南郊 大赦 丙武 四明堂 二月 以害 耕集田 一 春季 正月新卯 初四 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大赦天下 丙武 十九日 又在明堂集四 二月以害 十八日 耕种集田 二 柔然大击 阿纳为帅其重入魏镜 标求赈给 以害 为以上书 左成元符为形台上书 持节腐欲柔然 符 谈之孙也 将行 表称便宜 以为 如如久来强大 西在戴京 常未重备 今天做大卫 师彼自乱王 积首请福 朝廷就其散王 李宋令犯 已因此时 善思远策 西 汉宣之士 忽汉款塞 汉前洞中 汉昌岭边郡士马 送出朔方 殷留未住 又 光武时 一时中郎将断兵 至安吉院时 随善于所在 参查动静 今已略一旧事 戒 其贤弟 听其田木 粗至关主 使相未辅 严界边兵 因令防查 使亲不致狡诈 殊不容反叛 罪侧之得者也 为人不从 二 柔然国发生严重饥荒 阿纳规率领布众进入北围境内 上表请求阵纪 几害 北围任命上书 佐承元福为刑台上书 持福节去安抚柔然 元福是元坛的孙子 临行时 元福上表陈述了合理建议 他认为 如如国向来强大 从前在戴京时 对他们经常设置重兵防卫 现在老田爷降服于大卫 让他们自 即发生败乱 来叩头请求臣服 朝廷纠集起他们失散逃亡的人 立送他们回国 应当趁这一时机 好好地考虑一下长久的计策 从前汉宣帝时 呼喊携表示忠诚 汉朝前派董忠 韩昌带领边军的兵马 把他送出朔方城 并且留在那里保护 辅助他们 还有 汉光武帝时也派中郎将断兵设立安纪院时 跟随善于行动 观察他们的情况 现在应当大致按从前的办法去做 把贤制的土地借给他们 让他们去放牧 简单地设置官府 以表示对 他们的关心爱护 同时在边境上严厉布置兵力 以便防卫监视这些柔然人 使他们与我们亲近 却不至于欺恐瞒骗我们 疏远却不允许到了反叛的地步 这才是赏上之策 但是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对策 柔然四逆法入朝鱼位 柔然国的四逆法来北魏朝拜孝明帝 三 三月 魏司空刘腾族 宦官魏腾一息重复者四十余人 衰叠送葬者一百数 朝贵送葬者三路满野 三 三月 被魏司空刘腾去世 宦官中刘腾的干儿子穿戴 重丧服的有四十多人 送葬的数以百计 前来送葬的朝中权贵匹马挂校 弃塞了道路和田野 四 下 四月 魏元福持白虎翻楼阿难归于柔玄 淮光二阵之间 阿难归仲号三十万 因有意志 随居留福 在以温车 美及其众 左福东乡 称为邢台 甚加礼敬 引兵而难 所过漂掠 至平城 乃听福海 有私作俘虏命 敌罪 假身 为前上述另立宠 左扑舍远左岸 帅齐十万机柔软 阿难归文之 区两名二前 公司马牛羊数十万倍 顿 重追之三千余里 不羁而孩 四 夏季 四月 北魏元府 秉承朝廷 指令 池白虎翻载 柔玄 淮光二阵之间 慰问阿难归 阿难归手下 共有三十万人马 他暗中怀有反叛之意 于是就扣留了元府 把他关在 卧车之中 阿内归 每次集合 他的部下 都让元府 坐在车厢中 称他为邢台 特别地表示尊敬 阿难归率兵 向南开进 所过之处 横加略解 到了平常 才允许元府回去 有关部门上 坐元府犹如使命 令他将功抵罪 假身 北魏派 上述令李重 左扑舍原团 统帅十万骑兵 攻打柔然 阿难归听到消息 抓走二千百姓 驱赶了公家 和私人的几十万 头马牛羊 向北方逃窜而去 李重追赶了三千多米 没有追上 只好撤回 转时 卡曹参军与锦帅 其二千追柔然 至日队员 前后十七战 吕破之 锦 中之 从曾松也 姓申申 有十量 涉猎精使 少时 平居田一里 不求是尽 或劝之事 锦曰 周骏之旨 西人所比 台顶之位 须待时来 转文其名而必之 后帅清 其处塞差后 属铁乐 数千其掩制 锦以重寡 不敌 退避不免 乃散其重期 使你从宝之间 有潜人伤伤指挥 若部分军重者 铁乐望见 虽已有伏兵 自是其重 进军逼紧 锦也长成骏马 义子一 铁乐所失 乃使二人各成 一马突阵而出 铁乐以为锦也 争竹之 锦率于军 击其追起 铁乐碎走 金音得入塞 远转派前凯曹参军 与锦率领 二千多骑兵 追击柔然人 白盗宇队员 先后打了十七掌 屡屡破敌获胜 鱼锦是鱼中的葱 曾孙 他性情深沉 有石剑 有气量 观设经典史传 少年时 他隐居在乡间 不求是尽 有人劝他入室作馆 他说 周和俊的官职 是从前的人 所瞧不上的 朝廷在府的位置 必须等待时机来到 才可以获得 远转听到他的名声 就征召了他 后来他率领 清旗部队出塞侦查 忽然遇上了几千名赤乐骑兵 于锦因为寡步敌重 后退一定难以幸免 于是便分散手下的骑兵 让他们藏到树丛之间 又派人到山上去指挥 好像在部署军队 一样 赤乐人看到后 虽然一心有埋伏 但是仪仗人多 进兵逼近于锦 于锦常常骑 一子一黄两匹骏马 赤乐人都认识 他就让二人各骑 一匹马冲出战阵 赤乐人以为是于锦 争着去追赶 于锦率领剩下的军队 攻打追击的骑兵 赤乐人逃跑了 于锦才回到关内 李重长使去陆魏兰 跟说重曰 西原边出治朱镇 地广仍西 或正发中原强宗子弟 或国之肺腑 既已找牙 中年以来 有私好为俯护 一同私养 观昏班时 致时 清流 而本来族类 各居荣险 故瞻彼此 彼当愤怒 以改镇立州 分指俊献 凡是俯护 惜免为民 入室次许 一准其就 文物兼用 为恩并施 此计若行 国家术 无为固之律 以 重为之奏文 事情 不报 李重的长使 去路人为蓝根 劝见李重说 从前沿着边境 刚开始设置各阵时 由于地广 仍西 于是或者 争调中原豪强的子弟 或者派遣 宗室贵 起前去居住镇首 为朝廷分忧 后来 他们的后代 被当地官吏们 成为俯护 想对的奴隶那样 亦使他们 按年纪给他们婚配 以至于使他们 失去上等人的身份 然而当地原来的门族 个个都荣华显赫 比较一下 他们理应对此 愤怨不满 因此 应当把阵改成州 分别设置郡和县 凡是俯护 都是放位平民 在入室和升迁方面 都和从前一样 这样文物手段并用 威严 慈恩并失 如果这种策略实行了 国家几乎就可以解除 北方的忧患了 李崇替他上奏给孝明 也知道 但事情被搁置起来 没有回音 五 初 原意纪忧忽太后 常入之鱼 为主所居殿策 去禁令美 帝游是宠谢之 一出入境中 恒令勇士持兵已自先后 时出修于千秋门外 师木兰顺 时复兴防守已被窃发 市民求见者 要对之而已 即使执政之时 矫情自适 也千秦接物 时事得失 颇以关怀 既得志 岁字交慢 是九号色 贪令宝慧 与夺任情 既干坏乱 父经赵王继游贪总 与其妻子各受陆仪 亲属有私 莫敢为者 乃至郡献小吏 亦不得公选 木 手 令 长 率皆贪污之人 游是百姓混穷 人人私乱 五 当初 元毅求警胡太后以后 常常入宫 在孝明帝所住的殿堂旁边之秦 百般献媚 孝明帝因此开始宠谢他 元毅在宫敬中出入 常常让勇士手持兵器在他前后保护 有时出宫在千秋门外休息 就设置某扎篮 让心腹守护 以便防备作乱 世人和百姓来求见他 只能离得远远地 不能进钱 他开始掌管朝政的时候 还伪装粉饰自己 所以在待人接物方面 做出谦逊 殷勤的样子 对 于时事得失 也假作十分关心 等到得适以后 就开始傲慢无理 是九号色 贪图财宝贿赂 随心所预递处置事情 破坏钢肠法纪 他的父亲 经照王元济更加贪婪放肆 和他的妻子儿女都接受贿赂和礼品 操纵有关部门 没有人敢抗拒 风气所及 以至于连郡县的小官吏 也不能公正任命 耳目 守 令 长等各级官吏 全都是贪污受贿的人 因此百姓贫困窘迫 人人都想造反 五位将军于井 中之地也 谋废差 差处为怀荒镇江 吉 柔然入寇 镇民请粮 井不肯给 镇民不胜份 遂反 执井 杀之 为己 卧也致民破六行拔银巨重犯 杀日江 改元之王 朱振华 以致民往往响应 拔银引兵南亲 前别帅为可孤为武川镇 右攻怀朔镇 金山和拔杜拔及其三子允 圣 岳机有才勇 怀朔镇将阳君卓杜拔为统军 三子为君 诸一拒之 五位将军于井是于中的弟弟 他策划罢免元役 被袁一扁为花荒镇江 等到柔软入侵扰乱 镇中百姓请求发凉 于景不肯给 摆 姓压不住心头之分 就造了反 抓住了于景 杀了他 不久 沃野镇的平民破六寒拔银巨重造反 杀了镇江 改年后卫真王 各镇的汉族和遗族百姓纷纷前来响应 破六寒拔银带兵向南进发 派偏将为可固包围了武川镇 又攻打淮硕镇 金山人赫拔杜拔和他的三个儿子赫拔允 赫拔胜 赫拔岳都有才干和勇气 淮硕镇将杨军提拔赫拔杜拔为统军 又提拔他的三个儿子为君主 让他们去抗击叛民 六位景明之初 是宗命患者 白整为高祖及文昭高后 遭二佛堪于龙门山 结构百尺 永平中 刘腾复为世宗遭一堪 治世二十四年 繁永十八万二千余功而未成 六 北威景明初年 宣武帝命令宦官白整给肖文帝和文昭高后 在龙门山遭两个佛堪 佛堪全都高达百尺 永平年间 刘腾又替宣武帝遭了一个佛堪 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 一共用了十八万二千多个功 却还没有完成 七 秋 七月 辛亥 魏照 建在朝官 以令七十和结者 隔给本官办 路 以终其身 七 秋季 七月辛亥 二十七日 北威孝明的赵令 现在在朝中的官员 按年龄到了七十岁 应当退世解职的人 可以赴给他原来官职一半的俸禄 一直到他中年 八 九月 魏照世中 太魏汝南王月入居门下 与承祥高阳王雍参决上书做事 八 九月 北威孝明帝赵令世中 太魏汝南王元月入居门下省 和承祥高阳王元雍 一同参决上书做事 九 冬 十月 更午 夜中书间 中魏将军元 昂魏尚书令 截本号开赴一同三思 九 冬季 十月更午 十七日 梁朝任命中书间 中魏将军元王魏尚书令 并以中魏将军的身份开赴一同三思 十 魏平恩门玄公催光几度 魏主金府使之 拜祈子力 魏七周刺事 为之彻了 霸游跳 丁友 光族 帝林 哭之痛 未见常善 十 魏平恩门玄公催光病重 孝明帝亲自去看望他 任命他的儿子催立为其周刺事 并为了他的病而取消音乐 停止游玩 丁友 催 光去世 孝明帝临丧 悲痛地哭到他 并且为此而减少自己正常的饮食 光宽和乐善 终日以以为常奋会 于中 原以用事 以光就得 皆尊敬之 是多姿雪 而不能救赔 过 清和之死 食人别之章与 活广 催光宽厚和爱 仁慈亲善 整天快乐平和 从不发怒生恨 于中 原以专权 但是因为催光得高望重 都尊敬他 凡事大多事先征求他的意见 而后才做决定 但他并没能挽救赔职 郭佐和清和王原以致死 当时的人 把他比作张宇 活广 光其死 见都观赏书贾斯伯卫士讲 弟从斯伯寿春秋 斯伯虽贵 清身下誓 或问斯伯曰 功何以能不交 斯伯曰 衰致辩交 何常之有 当时以为雅坛 催光将要去世时 推见都观赏书贾斯伯卫士讲 孝明帝跟从贾斯伯学习春秋 贾斯伯虽然地位尊贵 但常理闲下誓 有人问贾斯伯说 您为什么能不骄傲呢 贾斯伯说 有了地位就骄傲 难道能保持长久吗 当时的人把他传 为佳话 十一 十一月 鬼未朔 日有时之 十一 十一月 鬼未朔 初一 发生日时 十二 贾臣 上书左图摄王 三千一百一十七祖 十二 贾臣 二十二日 梁朝上书左图摄王三千一百一十七去世 十三 梁出微阳 精 影 姜 香 梁 亦七柱用钱 交 光用金银 于周杂以古博交易 尚乃柱五柱钱 肉好周锅皆备 别柱无肉锅者 未知女钱 民间四用女钱交易 尽之不能止 乃亦进罢铜钱 十二月 五 五 是注点钱 十三 梁朝在开国之初 只有扬州 经州 影州 江州 乡州 梁州 一州七个州使用钱币 交州 广州使用金银 其他的州家杂使用古物 勃勃进行交换 梁武力就让铸造五珠钱 这种五珠钱的内锅 外锅以及州锅都齐备 又另外铸造了没有内锅的钱 称为女钱 民间四下里使用女钱进行交易 禁止不了 于是就商议全部废止使用铜钱 十二月五 五 初六 开始铸造铁钱 十四 未以汝南广远为 太宝 十四 得未认命辱南王元月 未太宝 因此 只